在幼稚園 老师见到一个男孩在画东西 他就问他画什么 小朋友没有停下 也没有抬头去看他的老师 但他说在画神的样子 老师微笑地回答 但没有人见过神的样子是怎样的 这个小男孩就小心地放下他的纳笔 然后看着他的老师的双眼在那里说 当我完成之后 你们就可以知道他是怎样的 你现在已经是基督徒了 假如你只有三分钟的时间 你会怎样向一位未信主的朋友 介绍你所认识的神呢? 关乎三位一体的真理 基督徒是否可以不接受呢? 你懂得向别人解释这个真理呢? 在新旧约圣经里面 介绍读者认识有四个很重要基本的概念 分别就是神是个灵体 第二就是说神是独一无二的 第三神是有位甲的 第四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理 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 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在这里的诚实可以解释成真理 当讲到敬拜的地点的时候 由主耶稣清楚指出 崇拜神的要点是要以心灵和真理 因为神是个灵体 为什么基督徒不设立一座 为敬拜神而用的象或物件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神是个灵体 祂是非物质的个体 没有任何的物体或形象 可以成为祂的代表 首先我们不可以将神物质化 神是非物质的灵体 故此在基督徒敬拜事奉的生活里面 我们要持守和认定 不可以以任何的形象或者物体用来去敬拜神 因为我们不可以将神的荣耀和尊贵是偶像化 为了这样的缘故 基督徒不可以向雕像祈祷或鞠躬 也不可以将十字架变成我们敬拜的对象 因为这些都是变相的 将神偶像化 《旧约圣经》正众其事的宣告说 以色列那你要停 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 做于说不要随便认有酥的就是老爸 他的意思是说 你的生父只有一个 不可以乱认其他男人做你的爸爸 世上有很多的父母亲 但唯有一位是你的爸爸 一位是你的妈妈 中国民间信仰是相信满天神佛的 基督教的神只不过是众多神明之一 有些人错误的推断 所有宗教都虽然有分别 但其实都是引导各人 归向同一位的神 意思是说 条条大路通罗马 这是树道同归的见解 但圣经是斩钉切铁的表示 绝对没有树道同归这个道理 神的说话已经清楚 宣告世上只有一位的至高者 在祂以外是没有任何的神灵 祂是自有永有者 祂才是宇宙万物的真神 在耶稣基督的祈祷里面 我们看到神是有位格的 至高的主是有三个不同的位格 persons 这是一个基督教形容神的特性 一个常用的名词 圣经清楚显示、显明 神是有不同的位格的 意思是说 神是一个个体 祂是拥有自我的意识 和意志的 祂不单只能够感受 亦都能够选择 和个人和群体 拥有这个相互的关系 举例说 当神见到罪人不断犯罪的时候 祂会感到极度的忧伤 由于祂深深的爱世人 为此祂为全人类 预备了救恩迹着 祂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 祂不单只和人交往 并且成就了救赎全人类的方法 圣经说 耶稣受了浸 随即从水里上来 天忽然为祂开了 祂就看见神的灵 仿佛甲子降下 落在祂身上 从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在《新药圣经》里面 当耶稣基督受浸之后 天父、圣灵和祂一齐出现在 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地点 这是支持三位一体有力的证据 在《新药圣经》里面 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三位一体 这个神学的名词 但却是找到《新药圣经》的真理 神是三而一的 意思是说 圣父是神 圣子是神 圣灵是神 这个不是说 神是有三位的 神不是有三个身份 而天父、耶稣、基督和圣灵 是在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空间是存在的 三个位格是不可以分开的 它三者是合二为一的 有神学家就以不同的例子、比方 试图去解释这个神学的奥秘 举例说 他们说三位一体好像三个不同的形态 好像液体、兵和精气 但是在这种多的例子 都不能完全去解释 三位一体这个神学的奥秘 由于神不是物质 而是灵体 故此我们是 难以用人世间的例子 来解释三位一体 但是 我们可以借用以下的方程式 来去解释 或者去掌握其中一些要点 首先我们看到 圣父是等于神 圣子是等于神 圣灵是等于神 但是 圣父不等于圣子 又不等于圣灵 圣父加圣子加圣灵 不是三位神 圣父加圣子加圣灵 是等于一位神 三位一体的真理重要吗? 它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教导 并且是基督徒无必捍卫的教义 在基督教历史中 不少人乱解释这个真理 结果变成疑端 在应用方面 尤其在祈祷方面 不少基督徒 将三位一体的真理扭曲了 举例 有些人竟然在崇拜祈祷 他说 感谢父神 让我们可以在今天的祖上去崇拜祢 感谢祢 为我们在十节架上成就救恩 各位基督徒 牺牲在十节架上的那个 不是天父 那是主耶稣 在未成为基督徒之前 我不明白三位一体的教义 但奇妙就是 当我接受了耶稣基督 成为我个人救主之后 我就很清楚和明白这个真理 是怎样的 这个完全是出自圣灵的工作 历世历代的神学家 尝试将神学系统化 让基督徒更加容易明白圣经的真理 神是有祂的特性的 神学家称祂为属性 有些神学家将神的属性分为两大种 第一种是自然的属性 意思是和道德无关的 第二种是道德的属性 首先我们看看神的属性 是自有永有的 神自己称祂自己是自有永有的 意思是祂就是那位永恆的自存者 参考其他的经文 神是被称为永恆的神 神不单止是自存者 祂也是永远存在的 因此祂必定是永远去掌管 和供应万有的需要 为到日常生活大小的事情 人总会是忧心 但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应该满有信心 因为祂就是那位永恆的大君王 神是不受到限制的 意思是神是不会受到时间、空间 或者任何事物的限制的 另外神是不会被受造之物之配的 因为祂就是拥有绝对自由的自缺者 在信任生活的里面 基督徒应该知道 没有人是可以借着祈祷来支配神的 意思是我们不能去强迫神 去成就我们的心愿 因为神才是那位自缺者 神是永恆不变的 神的本质、圣情和计划 是绝对不会改变的 神和人不同 人是善变的 但神却不是这样 基于神是永远不改变的 故此祂的应许也是不变更的 叫属神的儿女得罪安慰和鼓舞 当遇到疫境甚至苦难的时候 神的儿女难免会感到沮丧的 甚至怀疑神的慈爱 故此神永恆不变的真理 对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祂对我们的爱是不变更的 也不会丢弃我们的 神是无所不能的 人是受到外间很多因素限制的 但神却不会受到任何事物的祭肘 因为祂是无所不能的 但是神绝对不会做一些违反祂圣情的事情 神是无所不能的 但是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当面对没有办法圣过的试探和问题的时候 基督徒是可以从这位无所不能者的身上 去知取方法和力量去跨成 神是无所不在的 神是个灵 祂是不会受到时空限制 故此祂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出现 意思是祂是无处不在的 对基督徒来说是叫我们满得安慰 因为神是常常的和我们在一起 另外神无所不在的真理是叫基督徒警醒起来 因而叫我们敬虔的生活 试想一下 假如我们是被无数的闭路电视监视的时候 我们都会很小心我们一举一动 当我们真是认识神是无处不在的时候 我们必然会警醒过每一日的生活 神是无所不知的 无人可以门过神 连人心里的思想 祂都是可以知道的 因为祂是无所不知的主 无所不知的主 是深知我们心中的意念 无人可以隐瞒祂 无人可以骗祂 有些人习以为常的说大话 以为我们可以门天过海 或者人可以自欺欺人 但神却是无所不知的 我们是骗不到神的 神是能够预知未来的 明日是怎样? 这是不少人学想知道的 为了这个缘故 他们占卜 他们占星 由于神是预知未来的 因此跟随祂的人 不需要具怕前路 因为我们深信主耶稣 我们的主 是会掌握 掌管我们的前途 再者 基督徒是不应该占卜 和相信星相的 因为我们知道 谁才是掌管命日的主宰 跟大家讲讲神的道德属性 神是至圣结的 什么为神的圣结呢? 神是完全不被世上的邪恶 是尖污的 在道德方面 祂是完全纯结的 并且祂是质恶如仇的 由于神是绝对圣结的 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应该以敬畏的态度 来过每日的生活 并且是需要学习 以拳敬的心来去敬拜祂 神是绝对公义的 小朋友对父母说 不公平啊 确实是我们活在一个 不太公平 不太公义的世界里面 如果我们坦诚面对自己的话 我们够不够胆 自认行事为人 公平和公义呢? 唯有神才是那位绝对公义者 意思是说 神所做的事才是对的 正确的 神是绝对慈爱的 非基督徒常常去质询地说 为什么慈爱的神 容许世上有这么多苦难呢? 自从阿当夏娃犯罪之后 他们和他的子孙 就要承担罪的后遗症 大小的苦难 就不只会追随着世人 但是神不愿意世人 永远地伏在这样的咒哉里面 就借着耶稣基督的牺牲和救赎 来显示神是多么爱世人的 爱是神的圣情 他的心意是期望基督徒能够给此的伤爱 不少的人见证说 他们之所以可以成为基督徒呢? 因为他们在基督徒身上 经历到神的慈爱 虽然基督徒不是完全 但当他们愿意真诚 去彼此相爱的时候 人们就可以认得他们是 主耶稣的跟随者 神是绝不虚荒的 神不会又是又非的 这是他的天性 神是绝对不虚荒的 因而他是恨恨说大话的人 有些人认为 某些大话是不会伤人的 他们说这是白色的大话 各位 没有什么所谓白色的大话 因为神是极之方话的 主耶稣说 魔鬼为说大话的人的爸爸 显示方话大话是源自魔鬼撒旦的 当神的儿女说大话的时候 我们就无形中 不知不觉的认财作父了 神是绝对信实的 神是绝对值得我们信靠的 从耿古到现在 他从来没有废掉过他的应许 至高的主是显示出他是信实的 他是信实的主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 关乎神的应许 有些是关乎神救恩的应许 有些是跟基督徒的成长和生活有关的 举例来说 为何基督徒可以确定 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 这是神自己亲口亲自承诺的 再举例来说 当信徒面对试探的时候 神的儿女就不需要放脏 因为神已经应许我们必定有出路 神是至高无上的 至高无上是指到神的主权 意思是说 神在受造的之物当中 他是拥有绝对的权能去执行他最高的旨意 而受造之物是 因为尸豪不能影响他的决定 全人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都在神的掌握里面 这样神的儿女就应该 满有信心和动力来过生活 神是绝对完全的 马太福音第五章48节 所以你们要完全 跟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确定的是 神是没有任何的瑕疵和欠缺的 主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 他要表示 神先是意义的标准 完全是可以解释成完美和圣结的 究竟不完全的门徒 怎样可以成为完全呢? 没有人可以靠自己来达到神的标准 唯有拥有他生命的人 才能够活出神的公义来 一方面 这是生命的流露 另一方面 这是门徒 基督徒一生追求的目标 由于我们是属主的儿女 所以我们在行事为人方面 也要无必追求天父的完美 好吗? 好吗? 好吗?